來 我們的節目 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色 就是沒有戀愛的時候來 然後就有戀愛了 有戀愛以後就有婚姻了 有婚姻以後就有孩子了 我們有一個出名的銀色沙發 就是很多人做完以後 回去都懷孕了 那今天呢 我們現場非常喜喜洋洋 因為有兩個已經生好了 有兩個正在懷胎中 讓我們歡迎生完兩個 半月的阿麗絲 好 這是要送給妳的 謝謝 雙滿月嶺 雙滿月嶺 妳真的有生嗎 有...看得有生 妳真的看不出來 謝謝 但是藏得好啦 還是有生啦 有生的 阿麗 好 就我們這禮拜對不對 對 我本來 妳完全看得出來 對 所以我還沒有時間準備禮物 不然我可以擠一點魔乳給妳 恭喜 哈宇文 上次來我們節目的時候這個 很期待 很想生 很想生 果然就有了 對啊 就 真的是節目的關係 真的 因為我們後來算嘛 現在八個月 我上次來上的時候 是12月中 對 就那一兩天 因為那前後就只有那一兩天 不是我說對不對 是事實上證明 對不對 真的 請 好 我今天剛剛上次來節目的時候 也是談到這個婚姻 也是覺得說我要趕快生對不對 對 有囉 幾個月 你這個小小 還有一天半左右就五個月 差好多喔 很快就會變大了 真的 很快一快 五個月以後就會 我現在在等著她變大 對 來 四個媽媽請坐 非常恭喜這個 其實剛剛呢 她們在化妝間的時候 大家就七嘴八折 因為媽媽在一起 跟著在少女時代的時候 就不一樣 對不對 話題就非常的有聚焦 對不對 這個 尤其是Ivy 是大家的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在後台 就是一直在聊 因為她其實 每個一個小時就餵Baby一次 因為我的Baby 可是我是四個小時餵一次 而且我是八個小時 才擠出來一次 因為我把 因為我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就是試著說 Baby一出生的一開始的出乳 我很勤的餵她 我就四個小時餵 一直親餵… 因為我跟我自己說 我一旦出了月子中心之後 我就要用瓶味跟瓶味去交換 所以我從出生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拍攝影機 那時候我覺得 跟孩子瓶味的那個時光是 最美的 真的是很溫馨 所以剛好遮住嗎 它是一定要含住妳的乳頭 而且它含的方式要非常正確 它一定要完完全全含住它 所以妳不會看到黑黑的或粉紅的 如果很大呢 也不會看到 她一定要 妳喜歡吃嗎 我還沒有吃 小溫子 顧小 還吃到吃不到 那個大小沒有什麼關係 重要的東西 不是越大吃越多 對 所以阿里妳吃了什麼東西 也不是 人家那個時候都是說 在做月子的時候 比如說要燉什麼湯 發奶的東西 發奶的東西對不對 妳七個厲害了吧 妳也沒有特別 因為他們 妳媽媽有準備什麼嗎 我在家裡做月子 我請了一個月燒 其實他們煮的發奶的東西 我都沒有吃 因為我覺得不好吃 可是第一個禮拜 奶還沒進來的時候 他們一直說很擔心 因為寶寶看起來有點黃膽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就一直在擠 就是要促進它 才會一直做奶 然後我一直覺得我奶不夠 然後到第三個禮拜 就開始真的發現 我的奶是已經可以 餵三個小孩子的奶 剛剛何宇文已經在訂購了 妳會不會多一點 很難說 我也沒有 我再 妳等我再一個半月 然後我跟妳宅配 OK 所以妳一個一小時 一小時餵一次 她最近開始好一點點 可是有時候會拉到兩個半小時 可是通常都差不多 一到一個半小時一次 然後她有時候她喝一瓶 要花可能四十幾分鐘 還是吸我也差不多四十幾分鐘 所以妳自己的時間真的很 我感覺這樣奶量會越醉越多 大家都說很好 妳沒睡會奶量越來越少 可是沒有 沒有 因為她一直在吸 拜託 妳有人可以幫我嗎 我現在講不出來 幫我一下 誰能幫忙 我每天在瘋狂的搜尋 怎麼讓胸部變小奶變少 可是因為我剛才跟她聊天 我覺得她 我覺得很多媽媽 就是現在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大家都覺得 餵母奶是好的 餵母奶是最健康 所以一出生 就一直想說 我的奶奶要追上來 我一定要親胃 像我剛剛聊人 對 我就覺得 為什麼妳一定要一個小時 一定要親胃 其實妳可以稍微分配一下 讓自己當一個更快樂的媽媽 而不是一定要強迫自己 非要當一個完美的媽媽 所以她就是 對 因為我看的書都是說 妳一定要親胃 一定要什麼什麼 然後她要喝妳就給她喝 然後我就照著這樣 妳看這個 阿力是拍的照片 都把自己弄得非常不容易 對啊 我都把她單紙 在妳自己身上 對 妳要把自己弄得 而且妳知道我這張照片呢 我拍完以後我就跟我女兒說 其實妳以後長大呢 出門的時候 不准叫我媽 我怎麼看我都覺得我是妳姐啊 就是 我拍完這樣的照片 我就跟我女兒說 出門以後要叫姐姐 不要叫媽媽 我覺得妳這個 妳的日本先生一定覺得 我現在多了兩個女兒對不對 妳看 妳看 這張是 我晚上一直哄她睡 哄不睡 後來我就說好 妳不睡覺我們就來玩自拍吧 就拍… 我就說妳怎麼還不睡 她就跟我這個臉說 妳幹嘛一直要我睡 就玩得很開心 對 好 我們來談一下這個 還有八個月了對不對 八個月 懷孕當中難過嗎 我覺得懷孕 我很幸運 我沒有任何不適應 就我也沒有孕吐 我告訴妳 沒有孕吐也很奇怪 因為沒有孕吐對不對 可是妳對氣味是不是有一點敏感 然後我有時候聞到一些排油煙機 或是排氣管的味道 會覺得噁心 我老公就說 妳是不是在演 電視劇裡都有吐 妳一直說噁心 那妳吐給我看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吐不出來 我就要假裝這樣 可是也沒有想吐 而且只是覺得噁心 妳會覺得氣味是敏感的 但是她後來就覺得 我整個懷孕都是在演 妳說我說 妳老公也是 妳老公也說 那妳真的是在演 沒有啦 有認真的在演嗎 對 就是